我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 是我国已知的最大最重最肥的古代石像 你知道它有多重吗 我现在在连云港孔旺山的脚下 我们来看一个东汉时期的石像 它被称为中华第一像 这尊石像长4.8米 高2.6米 背宽3.5米 岩石学家估算它的重量呢 大概有300吨 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头部 它的眼睛鼻子和耳朵 全部采用了阴克的线条 虽然经过了将近2000年的风雨 但是线条还是非常的清晰的 对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来说 非常的难得 所以就更显得珍贵 我们再来看它的腹部 还有腿部 以及它的尾巴 采用了圆雕的手法 也是具有时代特色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确凿的说 这尊石像是东汉的呢 大家跟我来看 这个大象的前胸左侧 有一个潜伏雕的人物形象 它的右手拿着铁钩 这个铁钩和汉木里出土的铁钩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证明呢 它是汉代人 请大家来看一下 它踢着梯形机啊 在汉代只有奴隶 才是这样的发型 再看看 它穿着紧身小夹袄 脚上戴着镣铐 这是一个典型的像奴形象 它能通过手中的铁钩和脚镣 发出声音 使大象进行表演 来取悦皇宫里的皇后贵族 在大象左侧的后部 还雕刻着象石两个大字 大象的蹄下呢 踩着四朵莲花 大象的尾部左高右低 雕刻家们利用了石材本身的形状 形成了石像在奔走的一个动感 这尊石像是利用一整块 椭圆形的巨石雕成的 代表了老祖宗精湛的石刻艺术 更是孔旺山 汉代磨牙石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值得一看